今天稍有不同的是 我想今天来到现场的都是马老师的粉丝 可能还有很多是铁粉 那么介绍马老师的这个功夫呢 我觉得就可以从略了 但是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看法 就是在请马老师来讲课的这个过程中 那么我们前期沟通的时候呢 在考虑的一个问题 就是作为获得矛盾新人奖的新一代的 更为今天的年轻大学生所喜爱的 更为市场所喜爱的马老师 他的身上究竟有什么样的独特的特质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一次的这个近距离的接触 大家面对面的接触 尽可能会让大家体会到这个一个作家 他身上独特的地方 所以说呢 我们就特别希望马老师给我们来讲讲 历史和文学之间的关系 那当然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 就是原来这个方向呢 是我的设计 然后我们特别高兴的最后看到马老师的讲题呢 讲历史的大与小 刚好呢 与他现在的这个刚刚推出的新书 大一之间 我觉得形成了一种非常紧密的 那这样一种怎么说呢 互文性的关系 我想我们中国 中国文学 中国的叙事文学 它的传统 从来就跟历史之间关系特别密切 对吧 我们中国讲这个大家说史记 是吧 它是本身就兼具文学性和历史性 那么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 在叙事的这个领域里面 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丰富的发达的文史传统的一个国家 或者说金史传统的一个国家 当代作家如何从渠中去挖掘宝藏 如何把这种传统转化成被今天的人所喜爱的这种作品 我想可能没有比马老师更适合来讲这个问题的了 所以这是我们请马老师来讲座 以及跟他沟通讲题的过程中 想到的一些问题 当然同学们一定还有你们想问的问题 我们今天呢 就先来听马老师的讲座 然后你们肚子里有的问题呢 准备好啊 然后后面我们可能会有一个互动的环节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大家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马老师的讲座 特别高兴啊 能够有机会来这儿跟大家 我觉得不能叫讲座吧 就是聊聊天 分享一下我对于这些历史啊 文化方面一些心得 刚才主持人一开场让我特别欣慰 因为我去各地做讲座 最害怕也是最尴尬的一个环节 就是坐在下面 听主持人念我的生平 这个有的是念简介啊 有的是真的是说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马不庸先生的生平 我心情一下就变得特别沉重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既然是讲座 我觉得还是专注在这个话题内容本身比较好 所以刚才主持人说的那段话 我觉得特别感动 也特别高兴 那这个讲这个题目之前呢 我想跟大家先分享一个我的一个小事 我有一个儿子 2013年出生的 出生完之后呢 后来到了他大概四岁的时候 我妈忽然有一天跟我吃饭聊天 就问我 他说现在政策都开放了 你什么时候要二胎啊 我就很不高兴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你想这个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他就问我 他说你什么时候谈恋爱啊 我说这不是我能决定的 后来呢好不容易找着女朋友了 我妈又问我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啊 最后结婚了 我妈又问我 你什么时候要孩子啊 孩子生了 他又突然又来问我 说什么时候要二胎 我说妈咱们人生不是要做成就的 不是每个阶段必须要完成什么成就 其实这些事情都是顺其自然的来 然后我说你也不能说 你问我要二胎我就生了 马上能生对吧 后来老太太也很知情达理 听完之后就觉得说OK明白了 后来过了一年 忽然吃饭 有一天吃饭 说又问你什么时候要二胎 后来我又给他把这个道理讲一遍 后来我发现每年 就是会有什么情况呢 就是他要听到别人有二胎了 或者别的人跟他说 你儿子这个不生二胎吗 可惜了 他就会过来问你什么时候要二胎 就是跟他讲这个道理啊 他能听懂 但是呢记不住 老是问我 后来有一次我实在是没辙了 我后来想到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就把我在西药说时候的一个技巧 就用到里面去 我呢我就跟我妈说 我说妈你想好 有一次老太太就跟我说了 你要二胎吗 我说你想清楚啊 我说可以要 要二胎以后呢 我们肯定疼小的 老二肯定受宠 那老大 你孙子可就 就不招人待见了 我就给他描述一个场景 他孙子马晓凡 回到家里 接我家里看灯火通明 然后爸妈妈围着妹妹 因为妹妹过生日 堆满了各种礼品 他爸看见 就是我看见他回屋了 就冷冷的看了他一眼 说你把书包放下 去厨房自己吃饭吧 说一会儿妹妹的蛋糕送过来 你别让妹妹同学看见 然后他就自己走到厨房 看到一碗 这个半碗米饭 还是凉的 他就拿旁边的茶 泡了一下 把米饭吃完 自己爬到那种 破旧的小阁楼上 然后跟他写作业 写了一半时候 实在太饿了 给他奶奶发短信 说奶奶我饿了 能不能给我点吃的 我讲到这时候 我妈眼泪刷就下来了 从此之后 再也不提二胎的事了 因为他每次在说的时候 他脑海里就会 浮现出一个场景 他孙子受苦的样子 后来我就发现什么呢 我就发现对于普通人来说 你给他讲一些理论 尖色的理论 给他讲一些复杂的故事 他是记不住的 但是一旦你给他描述一个画面感 一旦你找到一个情感 情感的共鸣点连接上之后 他就能够永远记得这个事 这不只是 怎样击退我妈让生二胎的这个要求 其实很多很多时候 就包括我们跟父母沟通 跟同学沟通 跟同事朋友或者老师沟通 其实都用了着 你语气给他讲一个道理 不如给他描述一个画面 找到他跟这个画面之间的这个情感连接点 这才能够顺利的跟他沟通 那这个话题 如果我们把这个话题 说的更学术一点 更高大上一点的话 在我们的历史普及中 或者说我们的文史普及中 实际上我们也会用这些东西 很多情况之下 我们给他们讲一些大道理 讲一些 我们的文化远远流长 我们的这个传统底蕴深厚 大家听了会昏昏欲顺 反而是你通过一些趋势手段 通过一些文学上的技巧 会让我们的这个知识的传达 或者说是这种历史的普及 更加的有效 更加有趣 深入到进入到这个世界之后 那再怎么样 我们可以再做的更专业一点 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呢 和这个话题也是有点关系的 叫历史中的大于小 那我们先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个东西 这个呢 是敦煌的 其中的一个草稿纸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都知道敦煌里面 都是很高级的 非常漂亮的这个壁画 但是呢 这个是什么呢 为什么他这个姑娘 画得这么丑 周围还有很多眼睛呢 这是一个草稿本 这个敦煌的画师 会用这个找了一张纸 在反复的练习 怎么画眼睛 但是我们也能看到 练习的成果啊 几乎等于没练 但是呢 这个从本身来说 这个在敦煌的文献里面 属于非常不起眼的 也根本不重要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们能够 我们看的会很亲切 为什么很亲切 因为我们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这是一个普通的画师 画的一幅普通的画 在几千年前有人在这么画 但是我们现在 其实也在体验同样的事 我们也经常在重复一些 类似的事情 那我们看到这个之后感受 和看到飞天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到飞天 我们看到的是高山洋指 看到的是美学价值 那看到这幅话 我们就会意识到 几千年前也有一个普通人跟我一样 更好玩的是另外一个 我最喜欢 这个显示有问题 这个你好 这个就都没了 按不了 他按道理 这张图应该就自动退掉了 给他看到后面那个图 把这删掉就完了 把这删掉就可以了 大家看这样 也是敦煌的 这个很有意思 这张图 这张图 好 这张图 这个字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 我念前面几个字 大家都能猜得出来 这是什么了 永和九年 岁在鬼丑 大家都知道吧 蓝天集序 这是敦煌的一个 敦煌的残留的一个残本 那本身这个书法 这字写的有那么回事 他呢 唯一从文化上 要说他的价值 唯一的价值就是说 说明当时中原文化 影响非常广泛 在敦煌的一个超书将 他也在抄写 王羲之的蓝天集序 就是文化价值就这么多 但是 而且还没 而且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并不是这个抄写本身 我们要看 注意看这个抄写人的心理状态 从上往下 永和九年 随在鬼丑 随在牧春 然后这个 我一直往下 你看 这个 智蓝亭 大家注意看这个亭子啊 如果你们视力好的话 可以看见这个亭子写错了 他写着停车的亭了 按道理说应该是亭子 多写了一个单地人 但是 他没发现 他接着往下写 修气视野 群衔避致 少长咸吉 写到吉字 眼睛往旁边一瞥 发现自己写错了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 直接涂改叶 或者是用什么纸 写错了 那就写错了 所以他 你可以看到写到蓝亭吉的时候 这个人一瞬间就 情绪就崩溃了 自己白写了 这两行 等于要传了 你看后面这些图改的痕迹 这些肮脏的痕迹 你能看得出来 当时都处于一个 情绪非常崩溃的状态 很像什么呢 很像咱们写毕业论文的时候 没存盘 这个之前有人问过我 说 说马老师 这个我想从事文学写作 有什么建议 我当时就特别诚恳的给了他个建议 我说勤存盘 他还不乐意觉得我在调侃他 其实真不是 这个都是有血泪教训的 当你写过 现在还好 现在技术发达了 咱们有云盘 那个时候没有云盘的时候 如果你不存盘 一下子断电 或者因为意外关掉 全白费 那他这个人 其实你看几千年前 他也是跟我们经历了同样的事 我们看到这个敦煌卷子的时候 我们不会觉得 他有多大的文学上的价值 但是也能够体会到一个普通人 当时的一个普通超数将 跟我们一样的情绪的人 写错字了是一个什么 一个状态 再下面呢 这个就相对比较沉重一点 那这个呢 是汉代的一个 叫做汉代的墓里的这个墓葬画 我们说叫壁画或者说墓葬画 那这个墓葬画呢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很传统的 这些汉代的形象 有这个舞鸡 在跳的是七盘舞 你看它下面摆了几个盘子 当时讲究说在这个盘子上面 踩来踩去 一共七个盘子跳 旁边呢有杂耍艺人 然后上面呢 还有这种迅寿的 有耍这个杆的 还有弹琴的 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在最上面 这个在这个左上角 有一个小孩 这个人明显体型比别人小 看着一看就是小孩 坐在一个踏上 后面还有一个适者在服务他 那他这个小孩前面呢 有一排字 被有点像涂掉的意思 其实也不是涂掉了 这个踏本不是很清楚 那这个字呢 写的是他的名字 再往旁边 在最左边这一排 也写了很多字 这些字是目前我们中国 所发现最早的 所谓的木志明 其实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 木志明 但是它确实是写在这个 石板上的这些字 那这个字写的是什么呢 这个字写的是 痛哉可哀 许恶徐深 就是说 哎呀 我很伤心啊 许恶徐 许恶徐就是这个小孩 这个他的名字叫许恶徐 那这个小孩怎么样呢 年辅五岁 去离世荣 就是他才五岁 就已经去世了 岁就长夜不见日星 从此之后 他的灵魂就堕入到漫漫长夜中去 再也没有看到太阳 也没有看到星星 神灵独处 下归幽明 他的灵魂将永远的自己 待着 再也看不到 勇与佳绝 起腹妄言 他永远跟家里人 再也告别了 再也看不到了 永远见不到他的脸了 写了这么几句 我们虽然是几千年后的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排字 我们能够强烈的体会到 你对父母失去五岁 幼子时候的这种 悲痛的心情 每一句里面 我都能能感受到 一种强烈的情感 那这个 这个慕志明呢 他这不能算慕志明 咱打个引号 这个慕志明 你说他 体现出了 汉代的什么样的 一个生活状态 很难讲 但是这里面的 这个对父母 饱含深情的这个倾诉 我们是能感受到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 因为许和熊 可能小时候 小朋友他喜欢 这个玩各种东西 看各种新奇的东西 所以他爸妈呢 把所有他生前 最喜欢的这些 娱乐活动 全都刻在他的这边 希望他在神灵独处 在幽灵独处的时候 也能够给自己 找到一些安慰 找到一些娱乐 这种感受就非常的直接 而且非常明白 我每次给大家 我有一次在一个家长会上 就是这个 其他一个就是 一个学校的家长会上 给那些家长讲 小孩听了之后 没有什么感觉 家长听了全哭了 因为家长是最能体会到 这些家长的心情 不管他是几千年轻 汉代的家长 还是现代人的这个家长 都能够感受到 他这种心情 所以这个就回到 我们今天这个主题 所谓的历史的大于小 我们今天讲大 讲的会少一点 讲小会多一点 但你能感觉到 这个小实际上 往往最能打动人 而且这种小 如果是通过像这种 这种文学上的表达之后 它折射出的 是一种人类 跨越几千年来 所共通的一个心态 它就是这种情绪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可以加上 讲一个更有名的例子 我先考一下 大家都知道 唐僧老家在哪吗 唐僧最后去世的地方 大家都熟 但唐僧老家 可能大部分都不知道 唐僧的故里 是在洛阳旁边 有一个叫掩尸 掩尸下面有一个村子 叫沟市 烂鸟四家 一个猴子那个沟 这个沟市 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地名 那唐僧呢 就在沟市出生 现在这块的玄奘故里 就是在沟市那个地方 立的一块金人 给他立的一块碑 那这个故事呢 是在 说有一次去 陕西历史博物馆 当时他们要录一个节目 就是说每一个人 找一个名家 来给大家讲一段里面的文物 陕丽博里的文物特别多 不知道讲什么 后来呢 我就问说你们这个是给谁看的 他说我们是给这些 大概是初中年纪的 左右的小朋友看 他说希望能够讲讲玄奘 后来我就有点为难 因为玄奘其实不太好讲 玄奘大家知道太熟了 而玄奘做的那些事呢 又属于太高大上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不太 不太容易能够打动他们 后来我想了半天 我说这样吧 我给你们讲一讲老年玄奘 年轻时候的事大家都熟 就不用讲 你看西游记就行了 给江南老年玄奘 所以呢 我就给大家告诉大家说 其实玄奘前面 大家都知道 玄奘生平其实也挺苦的 他五岁 他是生活在沟氏嘛 陈家 他五岁的时候 他妈去世 十岁的时候 他爸去世 然后呢 他就跟着他哥 长节法师 出家了 就在洛阳出家 在洛阳出家之后 后来是 后来又去了四川 又去了这个长安 等于是一路在佛学的这个领域里 勇猛听进 最后大家都知道 去了西域 去了这个天竺 把这个真经取回来 又在大宴堂里一经 这是玄奘的这个生平 那后来到了李世民去世 太宗去世之后 高宗在位 有一天呢 这唐高宗也很喜欢玄奘 就带着他到处走 有一次他要去洛阳 就把玄奘带到洛阳去了 到了洛阳之后 玄奘忽然就在想 哎呀 我都六十年没回家了 我从十岁离开 沟市之后 到现在都没回去过 我想回去看看 他就跟他 跟这个高宗打了一个报告 就说说我能不能回家 看看给爸妈扫个坟 然后他 那个高宗给他批准了 玄奘呢 就回到了自己的 这个沟市老家 结果呢 你可以看啊 这个上面写的这个话 就写的特别 特别 有点这个悲伤 写的是游览就缠 问访亲故 沦丧将近 就是说啊 玄奘当年的亲戚朋友 全都死完了 一个都不剩下 唯有子一人 是盈州张氏 浅见相见悲喜 就是说玄奘 有一个亲姐姐 就剩他了 你看玄奘当时都六十多了 他姐姐估计得七十多 一个老和尚和一个老太子 两人见面 姐妹姐弟两个是五十年 将近五十年没见过面 两个人见了之后 抱头痛哭 这个相见悲喜 哭完以后 玄奘就问他姐 他说咱爸妈的坟在哪 你看这父母坟龙所在 公子扫业 我说我想给爸妈去扫坟 去扫个墓 然后呢 他姐姐给他带到 父母的这个坟前 他扫了一圈 回来 回来之后 给高宗写了一个报告 就说说 我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批准 我把我爸妈的坟都修弃一下 因为我爸妈的坟 都五十多年没人管了 这个可能都已经快没了 后来呢 他里面用了四句话 就里面用了八个字 这八个字让我 当时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 心里是一戈腾 他说了一个字 追为平息情不自宁 就是我回想起当年的事啊 我的情绪就绷不住了 这八个字看起来很平常啊 但是你要知道 那是玄奘 那不是我们普通人 玄奘那是中国可以说 排名前三的高僧 研究经研佛法 佛法讲究的是 你要这个六根清净 才能达到智慧的彼岸 一定要是断绝俗缘 但是一个修行了五十多年佛法的一个老和尚 看到自己爸妈的坟快没的时候 他怎么样 他绷不住了 整个人几乎是 可以想象他当时他在扫墓的时候 是什么样一个心情 一个 我在想那个场景啊 他一定不是一个老和尚的扫墓 一定是他想回想起的是自己 五岁的时候跟自己 五岁之前跟自己妈两个人这亲密的情景 或者在十岁之前跟自己爸相处的情景 当他去出家的时候 他心中未尝不是有一个小臣意 就是他的这个俗家的名字啊 一个小孩在他的心里 这个小孩一直五十多年 这个小孩仍旧没有消失 对他爸妈父母的眷恋 经过这么多年了 也没有忘记 当他再一次看到自己的爸妈的坟的时候 他终于绷不住就哭了 这是玄奘的一个形象 我们看到之后 我看到这个之后 我就把这个故事就讲给他们听 讲完以后呢 我发现有一个细节 现场讲完 他们可能是录播 后面播成什么样我不知道 但是讲完之后 我看到好几个工作人员 默默地放下这个设备 走出去 给爸妈打电话去 估计都是漂在西安 都是生活的小地方的人 就是这种对父母的 漂泊在外 对父母的这个思念啊 一样的 没有区别 无论是高僧玄奘还是你们 甚至说在明代 明代还有一个类似的事 明代 王阳明大家都知道 一代大哲学家 王阳明这个人呢 他有一次去杭州 杭州有一个寺庙 里面有一个和尚是修这个闭口禅 什么叫闭口禅呢 就是不说话 一直憋着 就是跟亚伯一样 就坚持不说话 就王阳明呢 就是一直想跟这个和尚 想去跟他论道 这也挺歉的 跑到那之后 跟和尚怎么说 跟说多少大道理 这和尚就是闭口不言 在修闭口禅嘛 肯定不能说话呢 最后王阳明突然就问了一句 说你有妈吗 就是他说这和尚 可不可以挺生气的 就点点头 然后王阳明又问说 你想你妈吗 和尚愣了一下 开始哭 后来一问了 这和尚也是 小时候出家 然后这个 这么大了还没见过 就是这么多年了 一直在寺里修行 也没回去看他妈 后来王阳明就跟他说 他说那你 你妈还在吗 然后他说现在还在 然后就说那 那你怎么办呢 这和尚第二天 就还俗了 回去去 侍候自己帮下了 就是这个 跟这个故事有点像啊 就是你不管是 修行到什么境界 这种人性本身是很难去 把它磨灭掉的 我相信玄奘也一样 不论玄奘还是那个老和尚 还是我们普通人 其实这个都是这样 我们心目中的形象 这个玄奘的形象是一个 要么就是大藏西域记里的 这种勇猛精进的一个 得到高僧 为了追求真理 不惜去踏上万里征途 要么是西游记里 那个老和尚 那叫窝囊的老和尚 但是我们看了这个故事之后 就发现玄奘的形象 实际上没有远远没有 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刻板 他是一个有血有肉 有很多侧面的这么一个 真实的历史人物 我们看到他的故事之后 不会对他的贡献 尊敬有所减敌 但是呢 会更对他有更深层次的 一个理解 那咱们再看更 这个其实跟你们就有关系了 这个很好玩 在这个湖北 湖北的孟泽 就是睡虎地 曾经出土过一大批的勤俭 因为当时没有纸 当时这个 当时大家都是 这个秦国的时候 都是用竹俭 在战国时期 所以这个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就是为什么战国的赵阔 能够纸上谈兵 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说这个睡虎地出土很多勤俭 这个勤俭 里面有大量的 它不是记录的是一些大事 大量的都是当时的秦国的基层 工作用的文书 日常用的报告 里面非常详尽 这个勤俭里面 其中有一部分叫做封诊室 封印的封 诊断的诊 公式的试 这个封诊室是什么呢 是秦代的CSI 它是一个专门用来现场勘察 以及验尸的一个工作指导手 这个封诊室里面详细的列出了很多种案件的发生 以及怎么去勘察 甚至都包括说比如说这个小偷从你家偷了衣服走了 我去验查你们家的这个墙上的脚印和地上的脚印 这个脚印有多长多宽 什么样的花纹 有没有磨损 在当时就已经有这种级别的行政政策 侦查侦查了 当然今天不是讲这个封诊室 今天讲的是在这个文书里面 他们旁边有一个小墓 这个墓里呢 是一个平民的墓葬 所以里面基本没什么陪葬品 但是在这个墓主的身边 发现了两封书信 这两封书信是之前从来没有发现过 这是中国最早的两封平民写的书信 那这个是这个书信谁写的呢 这个墓主呢 是老大 他们家一共三个孩子 他老大叫钟 老二呢叫黑夫 老三叫精 黑夫就是黑色的黑 夫人的夫 估计可能这孩子生的比较黑啊 因为当时起名字 都是按照这个孩子特征起的 这个精呢 有可能是面临一次难产 让他妈给他吓得不够呛 所以请问叫精 那这三兄弟呢 老大在家里务农 伺候母亲 照顾母亲 老二老三呢 就加入了群国的军队 出去打仗 这两封书信 就是这两兄弟 在这个打仗期间 写给家里的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大家不用细看这个字啊 我给大家可以是讲一下 那咱们看从第一句啊 二月新四 这是日期 就是说这是哪一天写的信 黑夫精 敢在拜问中 就是黑夫和精两个人 向大哥问好 就像现在咱们说 此至敬礼是一样的 母乌样也 就是咱妈身体好吗 这个套话 这个黑夫精乌样也 就是说 我们两个都很好 你们不用担心 前日黑夫与精别 金夫会议 这个前两天啊 我们两个分开 不同的部队去打仗 但是现在呢 我们两个又重新相见了 意思是告诉你说 我们两个互相有照应 你们家里人不用担心 这个前面呢 全都是那种非常套路 非常公式化的一个表达 然后再接下来 黑夫记忆旧书语 就黑夫开始讲出 自己的真实目的了 一黑夫钱 妈你给我寄点钱 你给我打点款过来 母操夏衣来 就是后面 我不给大家念原文了 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说 妈你给我寄点钱 除了钱以外 你再给我寄点夏天的衣服 因为夏天快到了 我不能光穿厚衣服 说如果那个安禄呢 安禄那地方 就是现在的税虎地 他说安禄那地方 这个不便宜 你呢就给我买顺衣服 帮我支点衣服 给我寄过来 如果这个当地的不贵呢 他也不说就别买了 他说那你把钱 直接给我寄过来 折成钱 我在这边可以这个 我在这边可以买 所以说这是他最核心的地方 就是说根本家里要钱 这个而且呢 他要钱非常有技巧 我一看 当时我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特别有感受是因为 我在大学的时候 干过同样的事 你知道在大学 问家里要钱 你们肯定有同样经历嘛 对吧 大学的时候 想办法找各种理由 跟家里说 你给我打点生活费 额外的钱 我这样花 但是呢 你不能骗爸妈 而且呢你要有技巧 我当时怎么跟 当时我是在 我是上外毕业的 其实跟咱们云大学 有点关系 我的上外当时上外 大概是在98年99年 那时候上外旁边有了 全国第一批网吧 那个网吧特别贵 12块钱一个小时 我差不多要攒一个礼拜的早餐前 才能够上一个小时吧 所以那个时候 绝对就是属于 现在咱们说 沐昕说那个叫 从前慢 慢生活 几乎是每周去上一个小时网 发一个帖 下周再去看回帖 是干那种 是过那种日子 那这个时间长了 光省早餐钱不行 我得问家里要钱 但我不能跟我妈说 我说妈我想要 我想上网 我想去聊天室 跟小姑娘聊天 你给我点钱 我不能这么说 我怎么说呢 我说妈 我最近想打篮球 然后呢打篮球呢 我妈她听了高兴啊 就打篮球对身体好吗 然后我说打篮球对身体好 锻炼身体 但是呢因为冲撞很激烈 你看你儿子个儿也不高 身体比较弱 容易受伤 我妈一听就急了 然后就说 哎呦那怎么办 万一受伤了 在那受伤了 远在上海 也没人管你啊 赶紧寄了点钱过来 说你这万一有个头疼脑热 或者受伤的 有钱去看病 或者你买点红花油 而且你要注意这个措辞啊 不是说我打篮球受伤 问我妈要钱 是打篮球有可能受伤 我没骗她 打篮球确实有可能受伤 那她非要寄钱过来呢 都是我要的 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 心理学的技巧 其实这也一样 你看黑夫上来就说说 妈你给我寄点钱 寄点衣服 然后呢他怎么说的 他说黑夫等直左怀扬 攻反成九 就我们啊在怀扬打仗 我们在攻打一座城市 因为进攻一个城市 其实一个非常惨烈的事 他呢下面说了一句话 伤未可知也 很有可能会受伤 我们打这个城市 所以妈你看着办 你是给我钱还是不给我钱 所以你听了这话 你说她妈能不给她钱吗 所以家里赶紧 后面那一长串都不重要了 后面一长串都是这个 问候七大姑八大姨啊 周围的这些日常的东西 但最核心的就是问她妈 要钱要衣服 这是一个 这是我们那一代大学生干的事 那咱们再看第二封信啊 第二封信呢是 三帝 上一封信是黑夫写的 这一封信呢是 京 三帝写的 上来就是 京 赶大心 问忠 就是这个京啊 给大哥忠 说大哥忠 你好 给你比个大心 就大概这意思 然后呢 母乌样 母得乌样也 就是咱妈身体好吗 你看又是熟悉的语言啊 咱妈身体好吗 然后与从军 与黑夫居 结乌样也 我呢在打仗 我跟黑夫都很好 讨话 大家可以猜出来 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啊 怨母性遣钱五六百 不仅善者误下二丈五尺 就是说妈 你给我寄点钱过来 不要少于五六百块钱 不呢 不要短于这个二丈五尺 直接上来就开始又要钱了 而且他要钱 你发现没有 就跟他哥要钱不一样 他哥要钱是说 你给我寄点钱过来 没说要多少 你给多少都行 因为你关心我 我是打篮球 有可能受伤我 你给我寄点钱 这是 所以你寄多寄少 我都赚了 他这里给了明确的数字 不要少于五六百 不 不要短于五尺 这个这个二丈五尺 为什么呢 你看后面说的 用圆摆钱以 是福以 祭祠以 祭祭祭 是什么 他借了一个叫圆摆的人的钱 还不上了 如果你妈 你不给我把这钱还上 我就被他打死了 所以这是典型的 你们这一代大学生的干嘛 我们这一代是骗家长 从家长那里骗钱 你们这一代直接就撸校园袋了 所以说最后还不上 还是家里去还这钱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这两代大学生一个差别 然后后面一堆 其实这也是一样 就聊了半天相关的这些事 这两封出现最好玩的地方 就在于他们特别的鲜活 他们展现出的不是这些 帝王将相的这些生活过程 而是这些当时的老百姓 他们生活在什么时代呢 生活的是秦统一六国期间 这两兄弟打仗前面讲了 直走怀扬 这个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直走怀扬 怀扬是楚国的一个城市 不是现在的怀扬啊 那这个 我们就能锁定 这两兄弟参军应该就是在秦灭楚之战的前起 因为如果你熟悉战国历史会知道 这个秦灭楚之战 其实中间是有一个很大的波折 最早秦始皇说我们要去攻打楚国了 太多兵你们自己选自己报 当时有一个年轻的将军叫李信 说我要二十万 二十万搞定 然后呢又问老将 王俭 王俭说我得六十万 秦始皇那时候就挑个便宜的吧 就挑了李信 李信呢带着二十万人一路打过去 连续攻占了好几座这个城市 其中呢 其中就有一座城市淮扬 所以说他正好处于这个高歌猛进的时候 但是接下来 实际上李信在进攻的时候 就被这个楚将向燕 就是向羽他爷爷 向燕在打了一个 就是他做了一个口袋阵 做了一个埋伏 当李信 诱敌深入到足够的程度的时候 他们就储君发起了一次反击 导致秦军伤亡惨重 一路溃逃 最后是溃逃回国内之后 秦始皇一看不行啊 还是不能用李信 还是跟王俭 说王俭要不你来吧 王俭说你要我呀 还得六十万 秦始皇说没问题 给你六十万 然后又征集了六十万人 最后把楚国灭掉 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说我们可以想象 这个黑夫和京攻打怀阳 实际上正处于李信 高歌猛进的那个状态 写完这两封信 寄回到家里去 甚至可能在这两封信 寄在家里的途中 秦军就败了 被楚军围着打 那这两兄弟到底是 有没有侥幸逃生 我们可以猜 没有这个文献可以证明 但是我们可以猜得出来 因为这两封书信 是在他们大哥中的棺材里发现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两个人 从此再也没有回国家 这个中怀念自己的两个弟弟 所以说这是他们弟弟最后一次传来的消息 于是把这两封信作为重要的陪葬品 放在自己棺材里 跟自己一起埋葬 我们经常听过一句话叫 一将功成万古窟 我们最 其实我们往往关注的是一将功成 关注的是李信的失败 和王俭的成功 但是我们要想一想 这万古窟 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数字 没有直观的概念 但是这两封信给我们看到的是两股窟是什么样子 当这两个人 在这两个不知名的小兵 在乱军之中 这个失去了性命 对于家里人的冲击是怎么样 他们的母亲一定非常悲伤 甚至可能因此而 这个过于悲伤而去世 都是有可能的 他的大哥到此 都希望能够把自己弟弟的信放在棺材里 我们就能感受到所谓的一将功成万古窟 我们其实更关注的应该是后者 应该能够感受到历史中这些小人物 这些小尘埃 他们能够带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感受 这就是我觉得这两封信最大的意义所在 那么再后再接下来呢 咱们刚才讲的是这个秦末啊 我再给大家讲一下汉末 汉末也很好玩 汉末当时出土了很多 所谓的叫做明文砖 什么叫明文砖呢 当时的砖头怎么烧啊 当时的砖头是拿那个泥 祸成泥之后用一个模子 把这个泥都用这个模子 这个给它隔成方块的形状 然后呢晒干或者烧干 烧干烧硬了之后就变成砖 那么在他把这个泥 刚做成坯子的时候 其实它是软的 很多烧砖的这个工匠呢 如果你有点文化水平的话 他会拿这个树枝在上面写字 随手写 写完字之后 这个砖就被砌到墙上去 反正没人能看见 但是后来因为这个考古啊 这些砖无意中出土了 那么会给我们后人看到 这些砖上的这个 所谓的流言板 或者说咱们说树洞 当时的这个工匠 很多把这个砖当树洞 来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 所以说这些树洞 竟然能够流传到现在 上面写了很多啊 比如说这块砖 上面写的是 眼心间五内若伤和索 这个辛苦的心 其实就是指的是心脏 这个我不用解释 大家也能猜得出来 这个话就是 我按着我的胸口 眼心中五内若伤 我的五脏六腑 感觉就好像都伤了一样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什么原因不知道 是失恋了还是被人打了 我不知道 但是呢 这个人肯定当时特别悲伤 又没法跟人说 拿起树枝来 在砖头上写了一个 我好伤心 写了这么几个字 还有比如说 这块砖更好玩 这块砖呢 它甚至是一首诗 它叫 《遂不得主》 这个下面呢 它其实是一个工头 上面这个作弊 这个不是考试作弊啊 这个作弊指的是 垒墙 这个要搭一个墙壁 人为作弊乐 大家都说作弊很快乐 我也不知道谁说的 这个作弊正毒苦 其实你们不知道 这垒墙有多苦 去来去行弊 这个去是什么呢 去往后退 就是这个人啊 他是往后倒倒倒 咣当一下 后背撞到墙壁了 整个人特别颓的 蹲下来 极致怒皇天 老天爷为什么 对我这么不公平 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苦 是我命不好吗 然后底下还留了 他的名字 壁掌 气 就是他呀 是负责这一段墙壁的 这个这个搭建 他叫壁掌 可能他的名字叫气 这个气的文化水平还挺高 专门还写了一首诗 甚至说这个 当然这个不能算是 严格意义上的诗啊 这个其实只是一个顺口溜 但是已经有了诗诗的雏形 而且写的这个画又很白 很直接 但是最有意思的是 是这一块砖 这块砖呢 是我当时在哪 在这个成都 就是前年 前年我去成都 成都当时的武侯祠 有一个展览 叫做大三国志展 这个大三国志展里面呢 有展示的是从汉末 或者是东汉 到三国时期 以及带着下面的两进 时期的一些出土文物 和三国相关的 里面呢 就看了一圈里面 包括里面还有曹操牧出土 这个魏武王阁虎大吉 那个那个行李牌 那吊牌什么都有 但是我最关注的是 国洲呢 当时是曹操老家 曹市的宗族墓都在那 在这个曹四宗族墓的墓群里面 就出土 我们就找到了一块砖 这块砖头呢 上面是这么写的 他说王复 这王复不知道是一个代称 还是一个人的名字 我们现在不能确定 汝使我做此大弊 你啊 你这个王八蛋逼我 去给你干这么大的工程 敬冤我 每天逼着我996 每天把我干的 我这个死去活来 人不知也 别人都不知道 但团如鼠 这个团呢 他这个团字 原来的意思是指这个活泥 把这个泥把它调匀 这样才能做砖嘛 所以他这个是一个做团的一个手势 那这里的团可以说是一个代称就是说我要整死你 那是如鼠就是你们我要整死你们 在什么时候整死你们呢 苍天乃死当博 等到苍天已死的那一天 我要 我要跟你们决一死战 我要起来之后奋起反击 你可以想象这个砖出土的时间是在黄金起义前14年 应该是在建平还是建宁 建宁4年的时候 距离黄金起义还有14年 在起义前14年 我们可以看到黄金的这个太平道的传播已经非常广泛了 一个在博州的一个小工匠 竟然就能够知道苍天乃死这句口号 我们都知道黄金起义的最著名的口号就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那这里呢苍天乃死 苍天乃死和苍天已死这两个有一点微妙的差异 咱们袁大学的肯定更熟嘛 苍天乃死是苍天已经死了 黄金我们准备起义了 苍天乃死是马上将死未死那一瞬间 也就是说他现在在说的 他在14年前就在这里说苍天乃死 我现在压着你逼我是不是 好我忍 我一直忍到苍天从乃死到已死那一瞬间 我才要奋起反击 我心中存着一个渴望反抗的一个欲望 一团怒火在我心中一直在烧 所以我们现在能理解啊 为什么黄金一次起义立刻天下大乱 最后导致了东汉王朝的灭亡 不只是因为这帮黄金军能打 而是因为他们有太广泛的群众基础 像这么一个已经备受压迫 已经到了一个很绝望的一个小工匠 在砖上都能写出这么一段撕心裂肺 让人觉得已经绝望到极点的呐喊 那我可想而知有多少了这样的人 那么有这么多人已经喊出了苍天乃死的口号 那是不是这个王朝就要面临着父王的危险 我们从这一块砖上就能够感受得到 那还有另外一块砖啊 另外一块砖呢 是也是在那次大三国志展里看见的 这块砖呢叫 它是一块很 就是这是一个侧面 它是叫这个近 它上面的名文 它这个显示的不是很全啊 就是名文是旁边这个 叫姓朱江城人居上苗 大岁庚子 近平无天下太平 这个怎么断句呢 姓朱 就是说这个砖的主人姓朱 叫什么没写 江城人 江城在哪呢 江城就是现在的南京的七峡山一带 江城本来是一个县 但是后来呢 是汉代的一个县 后来这个孙权 孙权这个建在建康建立了这个首都之后 就在南京建了首都之后 就把这个县收归过去 变成了这个其中的一个区 所以说他说姓朱江城人 代表着这个人 他一定是在孙权建都之前就出生了 他对于江城这个地名的熟悉程度 更熟悉 所以他会自称自己是江城人 而不是说自称自己是建康人 因为是他们后面才改的地名 那居上苗 这个上苗在哪 现在已经不知道了 无处可考 大岁 大岁其实就是太岁 太岁庚子 就是今年是庚子年 也就是太康元年 太康元年发生了一件大事 这个名文也写了 就是三国三分归一统 晋国把吴国给灭掉了 前面魏国和蜀国已经都没了 灭掉吴国之后 整个天下统一了 所以写了一个天下太平 我们可以想象 一个这个姓朱的这个老人 他如果是在孙权定都 健康前就出生的话 那么他差不多是六七十岁 这么一个老人 从他出生开始 天下就一直在打仗 一直打到他已经变成了毛蝶之年 变成一个垂垂老矣的老人 才忠于天下太平 你看他就特别高兴 所以他特意在这块砖上 写了一个 晋平吴天下太平 你要注意这个瓶子 他不是说晋灭吴 不是说晋国把吴吴给灭掉了 是晋平吴 什么叫瓶啊 明正言顺的镇压 明正言顺的灭掉 也就是说我是正统 我把你干掉 我是应该的 他用了一个晋平吴 他作为一个吴国人 他竟然用了晋平吴这种字样 说明什么 说明他对根本就不care 说你是吴国还是晋国 你是蜀国还是魏国 没关系 赶紧和平吧 不要打仗了 我已经受不了了 他这么多年来 一直他就算他自己 没有亲临战场 他一定也在承担着 沉重的赋税 他身边的朋友 可能会被拉撞顶 他的家庭也可能 随时面临着战争的威胁 当他这一辈子 快过完的时候 忽然有一天 忽然发现天下太平 老头高兴坏了 于是就抑制不住 自己的内心的激动 写出了晋平吴 天下太平这么一块砖 放在里面去 我们也可以想象 一定有很多人 也和他一样 普通老百姓 渴望着和平 渴望着天下统一 所以 所以当时我看完这两块砖之后 我跟那个策展人就提了一个意见 我说你啊 能不能把这个次序改一改 就是这个三国志 就讲三国志 三国志展嘛 那我们能不能把刚才那块砖 苍天乃子砖 放在这个展览的门口 进门 把这块砖 放在这个展览的出口 这两块砖 一前一后 恰好告诉我们 三国乱世是从何而来 为什么三国乱世 能够从东汉灭亡的时候 因为咱们讲三国都从黄金之乱讲起 第一块砖就告诉你们 为什么有黄金之乱 为什么东汉朝廷因此复亡 那最后一块砖呢 给大家讲 为什么能够三分归一统 为什么天下能够太平 我们会发现 其实我们所耳熟能详的这些 这些这些 比如说曹操啊 刘备啊 孙权啊 后期司马仪啊 这些英雄人物 他们其实并不止 并不是引领的是这个历史潮流 历史真正的潮流是这两块砖 是这两块砖背后那些千万个 普通老百姓形成了新生 形成了自己的目的之后 形成了所谓的历史潮流 因此诞生 这些人只是成事而起 顺势割据 借着这个历史的潮流的 站在潮头的上面 让大家看得更醒目而已 但是真正决定他们方向的 还是这两块砖里 描述的这些普通人的心态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有机会啊 如果去这个展 我记得应该还在全国寻展 如果是情况允许的话 大家推荐大家都去看看 这个展挺漂亮的 那在接下来呢 咱们再讲接下来 还是有一个更好玩的事啊 这个也是一个 咱们讲这个历史的小细节 秦始皇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 并没有停下扩张的脚步 他办了一件事 他派了五十万的秦军 在有两个将领 一个叫任肖 一个叫赵驼 这两个将领的率领之下 越过长沙和这个江西一带 从哪呢 从这个长沙和九江郡 你可以看到 往南走 越过当时有一个叫做五岭 这个包括梅岭 包括的是 整个一系列的这个山脉 特别高 越过这个山脉之后 进入到现在的广东广西 和越南北部一带 在这里呢 当时那边叫百越 就是越语的越 特别蛮荒 什么人都没有 他们进了之后 在这里建立了三个郡 南海郡 桂林郡和象郡 这是第一次 把整个东南 就是广东广西一带 纳入到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 这是秦始皇做的 一个伟大的贡献 那建了这三个郡之后呢 当地就是任肖和赵驼 就在当地 做了地方长官 五十万秦军就地转业 变成当地的居民 那后来呢 秦始皇死了以后 二世继位 整个大泽乡起 天下大乱 后来又楚汉相争 这边呢 任肖已经死了 剩下一个叫赵驼的副手 这个赵驼呢 就野心勃勃 他就把这上面啊 这个五座 五个山岭的关口 全部关闭 让北边的人过不来 然后在南边呢 宣布独立 以这三个郡作为基础 成立了一个国家 叫南越国 南北的南越南的越 这个南越国成立之后呢 等到汉朝建立了之后 刘邦就跟赵驼说 他说你们都是秦国的郡县 我现在把秦国继承过来了 你们要不就回来吧 赵驼说不 我不回来 不光不回来 我还要称帝 自称是南越武皇 原来开始叫南越武王 武力的武 后来呢 又改成皇帝 这肯定不行嘛 天吾二日 帝吾二皇 这个皇帝本来就只能 天下有一个人用 你要用的话 属于剑驭 所以刘邦呢 就很不高兴 跟他打 但是呢 因为有武岭的存在 你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长沙郡和九江郡 还有这个闽中郡 这个分界线 他是以这个崇山郡岭 根本就很难过来 所以呢 汉军也拿的没办法 后来 这个到了刘邦死了以后 吕后当政 还跟赵驼说 你就赶紧回归吧 赵驼也没搭理他 最后还成就了历史上 中国历史上 最嚣张的一封书信 当时吕后就写一封信 给赵驼 骂他 说你这个人僭越 这个赵驼呢 给他回了封信 解释 我为什么要称帝 这封信就写的特别嚣张 前面一些拉拉扎扎 就不用说 最核心的就是两句话 就是说这个 窃驼 第一句话四个字 窃驼帝号 窃是盗窃的窃 占据的据 就是说他承认 我呢不应该称帝 我只是窃驼帝号 我是不官方的 非官方的 非正式的 把这个用了这么一个称号 用皇帝这个称号 为什么呢 后面四个字的回答了 聊以自愈 我就自己玩玩嘛 你不要这么认真好不好 把吕后气得够呛 但是也没打 后来呢 就是汉代一直 汉朝一直拿 赵驼就没辙 而且赵驼这人 还有一个特点 特别能活 他活了多久呢 活了104岁 如果你对这个数字 还没概念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赵驼 大概20多岁的时候 被秦始皇派到南越去 后来赵驼 一直活到了汉武帝上位 就是纵观中国历史 他是唯一一个 秦皇汉武健全的人 非常牛的一个人 活得特别长 后来有一个小说 有一个网上有一个小说 叫秦力 秦朝的心 观力特别好玩 那小说主角是谁呢 就是刚才我给大家看那封信的老二 黑夫 主角是他 当然是穿越 现代人穿越过去 穿越到黑夫身上 然后一路打拼 利用现代人的知识 和这个预知能力 然后做了很多事 被秦始皇非常器重 拔捉为这个大将 后来有一天呢 其中有一张 秦始皇忽然把黑夫叫 我说 你过来你过来 我给你介绍一个副手 我这有个小孩特别能打仗 一过来 他说这个人小孩叫赵驼 你好好栽培一下 他一听赵驼 他说好 我一定好好培养 然后对这个赵驼就特别好 好了 这个赵驼都感动了 说您这么大的将军 怎么跟我一个无名小卒 对我无名小卒这么好 我这干倒徒弟 我都想报答你 他说别别别 咱们别这么上下棋 咱俩就是兄弟 然后赵驼就特别激动 说咱结拜吧 主角说好结拜 俩人跪在那 开始这个焚香 准备这个斩黄纸 杀鸡 然后俩人结拜 结拜的时候 赵驼就更感动了 因为他在听主角 在磕头的时候 念念有词 主角说什么呢 他说咱们两兄弟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赵驼就感动得泪流满面 说你怎么对我这么好 主角说我是真的希望能过这样 所以说赵驼挺好玩的 但今天不是讲他 这个赵驼呢 当时整个南越国的首都 在哪呢 在攀育 大家都知道 现在广州的攀育区 其实是现在的广州老城区 当时是叫做攀育 那么这个攀育城呢 建都攀育之后 赵驼当然104岁很快就去世了 去世以后 这个汉朝当时派了一个使者过来 叫 不是不是汉朝派使者 是在当时在攀育 如果你们再去过广州的话 你们会发现在北京路附近 有一个南越王宫博物馆 在因为这个攀育城里面 这个南越王宫的遗址啊 就是在当时的广州市区里发现 这是在博物馆里的一个复原图 这个你可以看到 这个复原图跟汉代的秦汉的建筑风格 没有任何区别 因为确实本身他们就是 本身他们就是勤过人过去的 所以他们修的这些建筑呢 也跟中原没有任何区别 当时考古学家在里面就发现了很多 很有意思的细节 比如说在这个南越王宫里面 他挖了一圈的水沟 像是这个小溪一样的地方 每隔一段 他这个水沟啊 旁边两边都用这个砖气起来 气的这个两边的这个河壁 但是每期一段有一个小缓坡 小斜坡通上岸去 就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在你这个园林里面 修的这个景观用的这个小河 还要修一个斜坡 这是干嘛用的 后来才知道 干嘛用的呢 他在这个斜坡旁边 发现了大量的乌龟的骨头 所以这个景观干嘛用的呢 是乌龟在水里待够了 爬到坡上晒晒太阳 给专门给这些乌龟用的 所以说这个就从这细节可以看出 当时生活很惬意啊 这还能养很多宠物 这些宠物的待遇都很好 除了乌龟以外 还有他们还有 因为广州这个地方气候炎热 所以水果很多 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当时在这个地方出土 就出土了很多的竹简 竹简里面有大量的园林档案 里面记载了当时吃什么喝什么 甚至记载了 当时怎么抓蟑螂 怎么抓老鼠 有的人一天要抓五只老鼠 抓不到的话 挨鞭打 就是给它定了PPI 要考核的 就是种种这些东西 其中有三封竹简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 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这三封竹简是什么呢 这个 我给大家念一下 这那边写的是叫高瓶甘枣 就是一种枣子 一目 第多少 这是第五项 这是第23号 然后石 128枚 就是这果石啊 一共128枚 这两边呢都一样 叫胡枣 水糊的糊 胡枣一目 就是这是一棵胡枣树 第94号 你看它都编号了 不光编号 连这棵树 打多少枣都数清楚 生了986个枣 那边这个胡枣树 是第100号 一共生了325个枣 所以说当时我就很惊讶 我说当时的园林技术 已经精细到这个程度了 但是后来我琢磨了一下 觉得不太对劲 广东那个地方 理论上是不应该产枣的 那个地方的气候 不适合枣树生长 枣树是什么东西 什么地方最火呢 就是这个胡枣树啊 胡枣最好的地方 是在河北 河北郑定 就是赵子荣的老家 赵佗呢 恰好也是郑定人 他是河北郑定人 跟赵子荣是同乡 那我忽然发现 这就有意思了 后来再一想 赵佗这个人活了104岁 我们是没老过 我们现在还没老 但是如果你仔细去观察 家里老人的精神状态的话 你会发现一个特点 年纪越大 越害怕孤单 而且年纪越大 就越来越孤单 不是害怕孤单 是因为确实 因为你身边的人 会慢慢的离你而去 你身边的小辈儿 会跟你没什么话讲 那你可想是赵佗活了104岁 他从70岁以后 当时的人平均寿命 可能就三四十 他能活到60岁以后 六七十岁以后 身边的战友就已经死光了 当年跟他从北边来的这一代人 几乎就已经全部去世了 虽然说他们有后代繁衍 人也会越来越多 但是这些人都是在广东 土生土长长大的 我可以命令你们 我可以安排你们 但是我没法跟你们 做情感交流 我跟你们说北方那些风物 你跟我说不上话 也不想跟你们聊 所以每次赵佗说 每次汉朝派使者到南越 赵佗都接待的特别热情 经常拽着这个汉朝使者 拽着手不撒手 一聊就好几宿 这没办法 老人太孤单了 所以说这个为什么 在这个广东的南越王宫里面 会有枣树 我怀疑啊 很有可能是因为赵佗思念故土 他虽然已经因为政治原因 回不去了 但是他非常想家 所以呢 通过外交手段 从家家乡 移植了一批枣树 到自己的南越王宫里 放在南越王宫里 如果我想家了 我就走到枣树林里去坐一会儿 感觉就像回到自己年轻的时候 在枣树林里跑的时候那种场景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个 有点悲伤的一个景色 就是在一个弱大的南越王宫里面 就是在一个弱大的南越王宫里面 一个全是深重的老人 慢缓缓地走到枣树林里 一个人坐在那儿 脑子里回想起当年年轻时候的事情 他心中的寂寞和心中的这个哀伤 是没有办法跟别人倾土的 倾土了 别人也听不懂 他只能跟这些枣树讲 所以如果说要写一篇作文的话 那就是南越王宫有两棵树 一棵是枣树 另外一棵也是枣树 其实是跟这个 这个是有着有着一个密切的关系 这是赵佗的故事 那后来 当然后来还有一个额外的一个话题 今天闲聊嘛 这个你知道南越是怎么被盼朝灭掉的吗 这个灭掉的过程也是特别有戏剧性 而且跟广东的一个属性有关 广东有一个属性是什么 就是吃货 广东人喜欢吃 那这个传统从哪来的呢 是当时 汉朝有一个使者叫唐蒙 唐代的唐蒙 这个蒙古的蒙 这个唐蒙呢 就是一个吃货 他到了南越国以后 就别人就到处是胡适海在 吃过这种东西 有一个人呢 就有一天别人给他吃了一种酱 他说这酱特别好吃 这个酱叫狗酱 这个狗呢 是枸杞的狗 然后呢 前面还加了一个字是鼠 鼠狗酱 然后唐蒙吃完这酱 觉得这酱特别好 但是他脑子里头啪就多了一根弦 他就在想 他说不对 因为他是汉朝使者嘛 他就发现 他说不对 我们鼠狗酱说明是四川的 当然那会没有四川这名啊 他说鼠狗酱 那是鼠中产的狗酱 按道理说 汉朝所有出口的南越的物资 我这都有清单 没有这东西 那他们从哪拿到的 因为当时的生意 不是说民间自己乱做 是要在政府的监控之下 他说这个是怎么回事 他因为是吃货们比较敏感 所以他把这事记住了 回到长安以后 他就到处去问这个鼠中的商人 说你们那儿 有没有一种酱的狗酱 商人说我们这儿有啊 他说那这个酱 你们除了卖到中原 还卖到哪儿去 这些商人说 我们是卖给叶狼国 就是叶狼自大的叶狼 叶狼国大外 现在的这个六盘水一带 贵州 他呢就亲自去了一趟六盘水 到叶狼国 跟叶狼国主 这喝了几顿大酒 喝嗨了 然后就问叶狼国 说你们这个酱 除了自己吃 还有没有别的地方 叶狼国就跟他说 我们有啊 我们还卖给南越国 唐蒙一听就急冷 说你们怎么卖给南越国 因为当时唐蒙 为什么对这事特别敏感呢 我跟你讲 汉朝一直想进攻南越国 但是苦于这一带 被山林无林所阻挡 进不去 一直想找一个别的路 找不到 所以说唐蒙听到这个事之后 就问叶狼国在哪 这个叶狼国跟他讲 我们这有一条江 叫藏壳江 这条江 大概就在这个位置 这条江一直往下走 就可以加入到珠江水系 这个珠江水系 一直连到潘域 是可以开到潘域城的城下 唐蒙一想 原来还有这么一条水路 回去告诉汉武帝 汉武帝呢就派了一批人 然后修了一条路 从四川 就从蜀中修了一条路到叶狼国 找叶狼国借路 派了七个校尉组织一支军队 顺着这个珠江往下走 配合着其他几方军队 一鼓作气 把南越国给灭掉了 所以你看南越国也挺冤的 最后是死于一个吃货之手 这也是一个从非常小的一个狗酱身上 那这个狗酱是什么东西 现在大家都说不好 但是其中一个说法 你完全想象不到 他们说这个狗酱好吃 不是因为它的这个酸酸甜甜的 咱们想象中 因为不是枸杞 是另外一种叶子 是发酵之后产生的酒味 让这个酱变得很香 那这个香劲 其实就是现在茅台和五粮叶的前身 说白了不是这个酱好 是因为他们想喝酒 而且那个时候喝的酒又是 大家那会都是发酵酒 不像现在都是蒸馏酒 所以说这个五粮叶 你可以找五粮叶和茅台的前身 他们都是他们都认的 他们都说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狗酱这个东西 那这个 咱们最后再讲一个更好玩 这个细节是离咱们更近一点 这个是南京 南京博物院 博物院的一个六朝的专画 这个专画上呢 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这上面画的是竹林七贤 吉康啊 阮吉啊 山涛啊 这个王荣这一批人 竹林七贤的一个专画 这个专画非常的精细 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人设都很精致 然后画得也很漂亮 那在这里面呢 我那次去南京博物院 我就注意到一个细节 这个细节我就想不太明白 这个细节你可以看到 这是阮吉 他的吃手 就是当时的人啊 喜欢喝酒 尤其是竹林七贤 放浪情亥 那 阮吉在这你可以看到 阮吉不只是就像小孩一样 不只在吃手 你可以看到在旁边 他这个酒缸 上面还摆了一只 小鸟 像小黄鸭一样的一个东西 我说你多大岁数了 吃手就算了一下玩小黄鸭 后来呢 那个解说员就跟我说 他说你猜一猜 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 后来我就想了半天 我说玩的 我说这又不是澡盆 你澡盆里放个鸭子 我能理解 你酒缸里放个鸭子干嘛 后来呢 才知道 这干嘛用的 大家要知道 在当时 喝酒有两个习惯 最重要第一个 能喝 大家都特别选喝 这个跟现在没区别 第二个习惯 当时叫分餐制 不像现在 现在咱们是合餐制 一个桌子 坐四个人 或者一个大圆桌 坐十几个人 这是合餐制 当时大家都是怎么吃 都是地上铺一个小毯子 我跪在这 前面一个小桌 自己吃自己的 大家分开吃 你看鸿门宴 鸿门宴里面就 这个司马 司马迁就把整个鸿门宴 什么相装要杀刘邦 要先站出来 说我给大家捂一段剑 捂着捂着剑 最后到刘邦这铺一刀 把他捅死 为什么要这么做 是因为大家坐的比较开 每个人坐的距离很远 如果我拿着剑 什么借口都没有 扑扑扑就冲上去 这个不太合适 这是 你想如果是 合餐制的话 整个历史都改写了 大家坐在一起吃火锅 相装的像铺一刀捅过去 刘邦就挂了 就不用做任何铺垫了 所以说分餐制就有这个问题 而且分餐制还有一个问题 大家坐的很开呢 如果咱家喝酒喝的嗨 我是 我不知道你是真嗨还是假嗨 我不知道你是真喝还是假喝 那个时候的酒杯 是不透明的 都是木制的或者金属制的 不像现在都是玻璃杯 你喝了多少我根本看不见 我们俩隔着又远 那个古代的房间里采光又差 那我怎么知道你喝不喝呢 有办法 因为每一个人分开呢 他身边会给自己倒酒 所以每个身边 有一个像现在分酒器一样的 他说有一个小水缸 这个水缸里放着酒 你喝完了 自己从水缸里咬 咬到杯子里 那我在这个水缸里放一个鸭子 干嘛用的呢 如果你真的实在 你真的喝的多 鸭子 这个鸭 越来越低 这个鸭子会慢慢的往下走 我就看不见了 如果我还能看见这鸭子 说明你这根本没喝 就在糊弄我呢 这就是竹林七贤为了喝酒 挖空心思想出来的这种巧妙的设计 但是从这里面也能看得出来 他们的这种未尽风度啊 和这个和当时的民事 他们的生活的状态是怎么样 所以这个东西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个我喝不了酒 你别看我是内蒙人 我是我是内蒙赤丰人 外号叫赤丰之耻 我们赤丰人特别能喝酒 但是我不行 一点都喝不了 后来有一次这个 我后来工作之后 当时卖鸭器 去山东出差 去泰安 到了泰安之后 那个客户就给我敬酒 我拿起酒杯呢 我原来人家没人逼我喝啊 我就跟他说 我说对不起我酒精过敏 我就抿一嘴 抿一口 意思一下得了 结果带我去的消息 在桌子底踹我 意思就是说 因为可能有山东人 你们都知道 山东喝酒规矩特别大 这种规矩特别大呢 你要不喝他 可能真给你翻脸 后来我一看 我说不行啊 那生意咋了不可以 不行啊 一咬牙一闭眼 光咚一下子 一杯白酒喝完 直接当时就出料到桌子底 不省人事了 等到我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在酒店的床上 第二天早上了 我醒了之后 第一时间先摸摸 是在不在 外面还在 然后呢 这个上头啊 也很难受 后来我想完了 这回就丢人了 生意没谈成 最后人家打电话过来 说河东签了 我说为什么签呢 人家客户原话是说 这个小伙子 虽然酒量不行 人还挺实在的 后来我才知道 这个酒桌文化 不是比你酒量有多少 你越不能喝 他让你喝 你喝了 这说明越给他命 说明他有控制的能力 所以说其实 酒桌文化是一个 讲究控制力的 一个就是看谁的 控制 看谁的权力打 所以说当然后来就 我就果断的不做销售了 转到市场部 就是因为不能喝酒的原因 所以看到这个东西之后 也是这个冷汗层层啊 就会怕说自己是不是 如果碰到这个场合 可能也是那个浮起来的 小鸭子那个情况 那今天的内容呢 就讲到这 其实今天给大家讲 这些东西呢 都是历史上的细节 都是这种小东西 一块砖 一个小鸭子 一个残片 一个画的草稿 或者是一块小墓碑 但是我们会看到 这些小的地方 往往能够看得出 大历史的趋势 能够看得出这些 大历史的方向 我认为所谓的历史中的大与小 并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 只有你理解历史的每一个小点 从这些小点生发出去之后 你才能够感受到 历史中这些大的情怀 大的趋势 你才能够明白 历史的一个走向是怎么样 而通过这些小的细节 往往也能够 让大家更喜欢去 让普通老百姓 能够更接近历史的感受 能够让他们在脑海中 形成画面 形成一个对历史 一个概印象 从此之后 由此而入 进入到更深的挖掘 所以说我觉得 如果大家对历史有兴趣的话 或者说你有兴趣 去给别人讲述历史的话 我的建议是 不妨从小处入手 从细节入手 包括写文也是这样 如果你想写一个历史小说的话 我建议不要写大的东西 写小的东西 这些小的东西中 古人从一滴水里看世界 一叶花里看到 一朵花里看到大千世界 这个我觉得这些 这些都是哲学上的思考 但同样也适用于咱们的文学理论 以及我们怎样去看待历史的一个眼光 尤其我们都是普通人 普通人看历史 尽量不要仰望 而是要平视 去关注到历史中 这些普通人的样子 然后我们才能够看得到 这些普通人 能够给历史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推动力 那今天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一个多小时 然后自己听的也特别入迷 虽然我关注马老师特别多年 我最初关注到马老师 还真不是从他的作品 是从他的微博 而且我不知道那是不是 马老师现在不愿意提的一段微博 就是有一个瓷器博物馆 哇 那个帖子写的 嬉笑弄骂 我估计现在可能那个 就是要在网上骂谁的时候 可能会小心一点 那个时候可能 然后那个时候您在西门子工作 对不对 在斯莱德 在斯莱德 对 然后我就想 一个工程师 竟然这个对历史的把握 对文字的把握这么神采飞扬 然后从此以后 关注了他的微博之后 就一路关注着马老师的作品 然后他的成就 以及他的育儿史 因为他老将他们家马晓凡 有的时候看了我很欣慰 我说原来大作家的儿子也是这样 有的时候看了就很马爪 就想人家孩子已经能这样了 所以后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特别 好像我们是同龄人 就这种参照系 我听到了啊 你们是想啊谁 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的主题 叫做历史中的大与小 然后你们有没有感觉到 就是其实马老师一直在跟我们讲历史中的小 为什么 因为我们太习惯于从宏大的视角去看待历史 去讲述历史了 所以他的魅力其实恰恰常 藏在这些褶皱里面 恰恰藏在这些细节里面 恰恰藏在这些我们从平视的角度 可以去跟古人对话的地方 然后我帮马老师宣传一下新书 为了这场活动 我这两天加班加点的把这本书读完了 然后同学们可能也刚拿到 读完了 在读的过程中 当然有很多感动的时刻 然后有一段 我想拿出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读到这段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体会到了历史的小与大之间的关系 出现在他作品的第三十四页 然后他说 这一天这一刻 马老师这样写的 在辽阳所屡顺口要塞 日军同时向俄军阵地 发起决死进攻 开启了决定东亚未来几十年霸权的惨烈大战 在北京 273名共事从中左门步入宝盒殿 准备参加电视 这些天之骄子此时还不知道 他们将是华夏科举史上最后一批考生 在欧洲 哈尔福德·麦德金的新作 历史的地理枢纽 在各国印厂同时开印 他将永久改变欧洲的地缘政治理论 与全球格局 在美国的圣路易斯第三届奥运会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虽然只有13个国家参与 可仍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 大大小小的事情在地球每一个角落发生着 之前的旧因正在落实为果 未来的果此刻也正种下新因 因果掌落 圆树纠葛无数人的抉择汇聚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全球风暴 然后这一段写的可以说是特别的宏大 特别的扩大对吧 但是这么宏大扩大的一个舞台 这样一个怎么说呢 历史好像一切都要蓬勃而出的这样一个枢纽的时刻 还是在为他笔下的人物铺垫他们的这个历程 铺垫他们的这个情感世界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在马老师讲了历史的小之后 我们再来体会一下他的作品中的这种大小之间的这种大开大合 然后才能体会出他的这个题目的精髓 然后呢 我想再补充两点 就作为我们这个课程 我给马老师也介绍一下 这是一门学校的同时课 所以来这个听课的同学呢 不一定是文学系的 也不一定是语言学专业的 各个专业的都有 但是一般来说都是文学爱好者 那么这里面我们其实有一个共同点 就马老师的有一种身份 我觉得是特别值得大家去认真思考一下 我们常常会觉得说 这个语言文字能力啊 或者说写作能力啊 似乎是一种 怎么说呢 是一个某一个专业的 更擅长的领域 但马老师用他的跨界经历 成功地打破了这堵墙 然后他还 我记得 我记得你有一个帖子写过说 说当年在新西兰读书的时候 因为觉得这个生活枯燥 所以就去读史记 然后读着读着 就写出来了一本书 应该是蒋汉盖的吧 风起冷戏 对 对风起冷戏 风起冷戏是因为 当时我在写毕业论文 特别不想写 为了逃避写论文 然后就找了一个理由 去写了一个小说 对 然后同学们你看 马老师不光教你们怎么样有效的 委婉的跟家长要钱 他还教你们 当你们在感觉到写论文非常无助 非常无聊的时候 你们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选择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当你必须要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忽然觉得世界万物可爱 万事可为 哪怕擦地都特别有意思 注意你在这个时候的选择 很有可能就决定了你未来人生的走向 就我就是那个坚持一直在写论文的 然后马老师就说 那算了论文现在不写了 不写小说吧 你们知道现在就是写不下去论文 应该干什么了 对还是写小说的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当然是我作为文学系的老师的一个感受了 我们知道就是其实 中国历来是文史不分的 但是西方不是这样 但是西方的史学传统 一直是有实证的这个历史的 我们的历史学 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是受他们的这种历史观的影响的 但是近些年来 你会发现整个西方的新历史主义 他们刚刚做一个非常新鲜的观点在谈的是 说历史及叙事 说历史就是叙事 历史和文学之间没有一个特别坚硬的 特别严格的一个界限 这个观点其实在西方振动非常大 但是大家仔细想一想 其实历史从一开始必然是叙事 那么如果历史是叙事 这个故事由谁来讲 讲了什么 不讲什么 多讲什么 少讲什么 其实就决定了 我们最后所看到的历史是什么样子的 那其实换句话来说 大家看好像历史是一系列被呈现出来的事实的组合 但是这些事实的背后 其实是历史观 在历史观的背后 其实是价值观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喜欢马老师的作品 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下过大功夫 他的叙事能力超强 而因为他三观正 因为他的作品中 我们能感觉到这种 和我们相通的历史观吧 还有一点我特别想说的就是 我有一次还是看马清王的这个微博的时候 我当时有一个感触 我说人家一个写小说的 看这么多论文 然后在很多话题上 他的这个深入研究的程度 超过我们的专业研究者 比如说我 我只能说我 然后有一次 我记得特别清楚 马清王还在他的微博里面感慨 他说什么叫学术共同体呀 这也很久以前了 足见我是一个真粉丝 他说这个 他说学术共同体的意义存在在哪里呀 就是有一群人 虽然他们这个相隔万里 互不相识 但他们因为一个共同关注的问题 他们可以接力前行 就你研究到这儿了 我跟着你再往前研究 然后我当时就在想 我说哎呀 人家是写小说的呀 人家为了写小说 在这一个问题上研究到了这个程度 难怪人家的小说写得扎实了 好 所以其实我觉得 对于在座 我们有很多研究生同学 我们其实从这场讲座里面 听到的不仅是文学 不仅是写作 其实还有研究能力 你们看这个研究能力里面 不仅包括了搜集材料的能力 也包括了解读材料的能力 还包括了文本细读的能力 以及充分的同理心和想象力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的组合 对于一个成功的作家来说 是必要的 对于一个成功的研究者来说 也一样 好 那我就这个勾尾虚雕的 这个说几句 那么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 感谢马博文老师的精彩讲座 那么接下来 我就把时间留给在场的同学们 我们说好了 我们回答几个问题 听您的 四个吧 好的 我们回答四个问题 那么前两个问题 从我们这门课程的 选课的同学这里产生 好 我们的权利有吗 那 因为我们这是一门课程 我们那个选课的同学们 优先 然后在场的同学 是谁的问题 我看这个女生举手最早 你好老师 我想问一下 就在当今这个工地的时代 然后文学它的价值 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这个话题也好大呀 首先我觉得 有一个地方要纠正一下 不是当今 从来 从古至今 永远都是一个功利的时代 并不存在一个文学的盛世 或者一个所有人都心向文学 不记忆回报的这么一个东西 喜欢文学 永远在任何一个时代 都是一小撮人 都是很小的一部分 小众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 我觉得不能把功利和 对文学的追求分开 这两者其实并不矛盾 你比如说 大众马 他当时这个 可以说是畅销首首之王 在当时挣的钱也不少 但是呢 他也并不 无损于 他的文学史上的地位 包括高尔基 包括这个 福尔泰 这些人 他也并不是因为功利 所以才会让他们 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有所变化 我是觉得 所谓的文学 其实更多的是一种 和内心 和自我内心的搏斗 以及和解 所以说 我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文学并不是向外的 我们写东西并不是 并不是说要给别人看 当然给别人看 是很必要的 但最初的原 起初 一定是自己内心的冲动 所以我一直说 我说作家 它并不是一个身份 也不是一个职业 作家其实是一种状态 当你有内心 想表达的东西 当你把这个 想表达的东西 落实到纸面上 或者打成文字 展现出来 那你就是 你在这一瞬间 你在这一个过程中 你就是一个作家 当你写完以后 放下笔了 存好盘 发出去了 那么你就不是作家了 所以我觉得 作家其实是一种状态 或者说文学 也是一种状态 每一个人都有可能 在一瞬间 或者在某一几天的时候 忽然发现 自己是一种 一个文学家 或者忽然发现 自己有感而发 所以其实你仔细想一想 文学是无处不在的 它并不因为你功不功利 它就会消失 或者是盛大 你每一个人内心都有 最重要的是 你写这个东西的起点在哪 起点一定不是说 我举个例子 经常会有人说 你们当作家的 是不是写叉耀书 这个市场上火什么 你就写什么 我就跟他说 我说现在市场流行填宠 你觉得我能写吗 写不了 作家并不是一个 去迎合市场的过程 写作写东西 你说要想 希望自己书卖的好 当然 这个是无可回避 也无可会言的 但是写的好的 并不是说 我就是因为市面上 大家喜欢填宠 我就要写填宠 你们喜欢霸道总裁 我就写霸道总裁 不是这样的 写东西 首先是为自己写 写出自己诚实的 诚实的表达出 自己的三观 诚实的表达出 你的趣味 然后 把那些和你趣味相投的人 吸引过来 所以不是一个 我去迎合广大读者的过程 而是我展现出自我 把和我一样 那么多拽过来 如果你觉得 你跟我三观不合 你觉得你跟我这个兴趣 差点大 你就不用看 走开 咱俩可能就没有交集 但是这些人 如果你觉得我写的好 你觉得你喜欢的点 我也写出来了 你会凑过来看 所以说 作者跟读者的关系 其实是这么一种关系 本质上 也是一种找朋友 找共鸣 或者说 在寻找自己的过程 写书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在 云云众生之中 找到和自己相似的人 这么一个 一个 整个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 不用太多 去纠结于功利 或者不功利 有人写的好 也能有功利的 有人写的不好 没有功利的 这些都是有可能存在的 最重要的是 你是不是 自己想写 是不是能够诚实地 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你像刚才 主持人老师 也跟我讲了 我其实从 大概是 04年毕业 04年毕业之后 找了工作之后 在一个家公司 摄影则电器 工作了10年 到15年的时候 才辞职 这个期间 你说我写 当时我也爱写东西 那个时候写东西 可能就 稿费非常少 也就一点零花钱 但是我也没有 因为他赚的少 就放弃写作 还是一直坚持下来 那么坚持到15年 忽然发现 稿费的收入 比收入 比公司高啊 特别高兴 跟领导说 我要辞职 领导还有点说 你不是就想 谈工资吗 我给你涨点 他说不 我给你看我的 搞废单子 看完之后 领导就说 你走吧 所以说 这个写作这东西 你看我也并不是说 现在确实是 这个市场很畅销 我承认 但是也不代表 说我当年 不畅销的时候 就不写了 写作 因为我就喜欢写作 好多人还问我说 你写作 你为什么这么自律 据说你每天 写四千字 我说你不要用这个词 自律这个词用错了 自律是什么叫自律 自律是你这件事 你不干 你不愿意干 但是你被迫要干 而且你把它干成了 这叫自律 比如说你们写论文 肯定也不愿意写 但你把它咬着牙 把它保质保质完成了 这是你是一个自律的学生 我说我写小说 或者写这些东西 它并不是一个 折磨的过程 我很开心 就我写小说 就跟你们玩游戏 玩看电影一样 我不觉得 你从来没有人说 我特别自律 我每天晚上玩通宵游戏 没人这么说 因为它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我也一样 我写东西就是享受 这种享受来源 就是来源于 你自己想表达一些东西 你自己愿意去写 然后写完以后 再去考虑那些功利的 外面你的销量怎么样 会不会被人看到 点击量多少 这是后面的事 所以我觉得 如果大家愿意 从事文学行业的话 就一个建议 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 我跟他说了 叫勤存盘 第二个建议呢 现在就拿起笔来写 随时都不管 谢谢 谢谢 下面 这边写 要不就你吧 这个东西 对对对 这一位同学 你直接说我能听见 我帮你重复一下就行 我前两天都刚刚看完了 您的长安的荔枝 然后基本上也就是 一个晚上就看完了 非常精彩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老师 因为在小说的最后呢 就是李善德这个主人公 和之前那个胡商苏亮 他们之间 有没有和解这些事 您都有明说 然后我觉得也是成为 我心中一个非常异难评的点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老师 您就是留了这样一个开放式的结尾 确实就把一种可能性 变成了无数种可能性 但是在老师 您自己的心中 有没有一个偏向呢 而且因为我看 是电子版的书 就可以看到一些读者的书评 有的读者就说 其实苏亮的这个名字 这个亮子 就已经是一种 关于他们两人之间关系的暗示 所以我就特别想问一下老师 您心中有没有一个 有没有一个那个 自己的偏向 谢谢老师 首先啊 为什么这个胡商的名字叫苏亮 原因特别简单 因为这是考古成果里面考证出来的 在当时的广州的一个 胡商的船上 留下一个账本 这个账本里有一个胡商的名字 叫苏亮 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听 就拿来用了 跟原谅不原谅没有关系 所以你们能体会到曹友琴是什么心情了 其次呢 我觉得小说是一种遗憾的艺术 一种是遗憾 一种说法是说 每次写完之后都觉得我可以写得更好 另外一种呢 小说里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遗憾 因为小说描绘的是生活 生活本身就不是一个圆满的程度 其实你像他们两个 最后有没有和解这个事情 也是来源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我很多朋友 很多年的朋友 因为一次误会 可能两个人就不相来往了 那么后面呢 其实有很多次机会 可能如果主动一点 两边可能就和好如初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做到 于是两个人因此擦肩而过 从此人生再也没有交集 这个想起来这件很遗憾的事 但是也是会避人发生的 所以我觉得人生有这么多不遗憾 这么多意难平 那么小说的作用不是让你意平 而是让你意更不难平 这样你才能记住 谢谢 还有一个后面的 要不你选吧 这么得罪人的事 那我们选一个旁听的同学吧 王老师好 那个我刚才听主持人老师叫您马亲王 包括大家都叫您马亲王 我就觉得这个倪称挺有意思 我就想请问一下您这个倪称的来历 这个来历特别简单 就是当年我98年上网的时候 我和别人不一样 当然你们可能也不知道啊 当时上网是在聊天室里聊天 避海淫沙 但是呢我不是 我是跑到一个文学论坛 每天写文 跟别人聊 跟别人PK 这个就是写文 然后呢 当时大家都很流行说 我来自己给自己 因为当时想着在网上随便叫什么名字吧 乱叫 后来呢 有一个 当时我有一个 算是我认的妹妹 她呢 就把自己成为女皇 她是女皇 她叫亚历山代女皇 后来我说 那我是你哥 你是女皇 我算什么呀 她说那你应该算亲王吧 我说你是亲王 还是 这个 这后面那字 你带出来没有 她说就亲王 她说那行 那也行 后来呢 他们就管我叫亲王 但是后来因为 我混的轮行论 它越来越多 可能知名度也越来越高 包括我身边这些人 包括 我妹 我妹现在你们可能也听过 她的名字叫肖如瑟 就是胡珠夫人的作者 后来呢 就是她也越来越有名气 我也越来越有名气 于是这个昵称 就慢慢的扩散开来 大家虽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都开始叫我亲王 后来我说 我希望 我说 我说 其实我不是很希望 大家都叫我亲王 我觉得一下子 好像我这攀龙富凤 觉得自己有贵州出身似的 其实也不是 我说更希望大家叫我小马 但是现在没人愿意这么讲 就是这么个简单的原因 谢谢老师 还有同学在网上听课 所以能留给他们一个问题 我们选了一个代表性的 有同学问说 您一般写历史小说 这个灵感是来源于哪里的 比如说这些有历史原型的人物 那么多 您是以什么标准来 怎么怎么争选的呢 这个问题确实很有代表性 好多人问我说 你哪儿有那么多灵感 哪儿有那么多脑洞 后来我就特别严肃地跟他们说 我说灵感和脑洞并不重要 一个人可能每天能开 二三十个脑洞 你在微博上 一天能刷出三四十个段子 或者说你们跟朋友聊天 在宿舍卧谈 经常会有一些妙语连珠 这些都是脑洞 都是灵感 但是最重要 最难的地方 是在于怎么把灵感 落实成一段文字 这段文字 这个过程会把99%的人都刷掉 所以说 你说灵感很重要 其实重要 但是呢也不重要 而且很多时候 灵感并不是说 你有天才 你有天分 才能把灵感激发出来 我觉得所谓的灵感 实际上也要建立在 大量的阅读 大量的调研 大量的学习和积累之后 才能够爆发出来 你像刚才主持人老师也说了 说这个 就是说我利用材料 是这个邪论文什么的 我当时就想插一句 我说 我知道脂网是什么 因为脂网 我是常年趴在上面看 有的时候 我给大家讲一个 我的这个亲身经历 不是脂网 有一次 你就知道 我这个灵感从哪儿来 有一次我忽然在想说 忽然想查这个宣武门 北京的宣武门 我想想这个 查一下宣武门的历史 百度里搜宣武门 但是呢 因为百度 他是有一个联想 他会自动出一个相近词 叫叫宣武门 然后忽然就在想 我说宣武门之变 宣武的那个宣武 他说宣武门之变 我好久没有了解过了 不知道有没有新的学术论证 或者新的考古成果 我就点开了宣武门之变 看了一遍 其实我在宣武门之变的 那个词条旁边 他有一个相关词条 他有两首 除了他是一个历史事件之外 他还是一首歌 这首歌就叫宣武门之变 是李立芬唱的 可能你们对他不熟 他是当年我们那个 爱江山更爱美人 什么的都是他唱的 我们年轻的时候 都很喜欢听他的歌 我忽然想 哎呀好久没听这歌了 点开这个链接 听了一会儿 听歌听了一半就在想 我说我对李立芬这个歌手 只知道这是这首歌 他的生平我并不了解 于是我点开他的个人转进 个人百度百客 忽然发现他做了很多事 其实不只是唱这些古典 古装剧的歌曲 他还是台湾第一个 把雷鬼音乐 引入到台湾地区的人 后来我就说 我说雷鬼音乐 打雷的雷 魔鬼的鬼 我说这个音乐名的酷啊 我说这是什么音乐啊 点开之后发现是一个 亚买加的一个音乐形式 而且呢因为这个音乐 还曾经促成过一次政治和解 我想这个厉害了 这个音乐能够改变政治 这个事情很少见 那为什么改变这个政治和解 我要查这个政治和解的事件 后来发现这两党 源头是源于当年 作为英国殖民地之间的一次冲突 那么又去查英国的 这个大航海时代相关的 这个对这个加勒比地区的 这个航海政策 到这的时候再一抬头 我已经想不起来 我当初查什么 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啊 这个是需要一些联想能力 一些风马牛不相干的是 很容易通过一些互联网的技术 一些链接 包括你的脑洞把它串起来 但这种串起来并不是白串的 实际上你在这个串的过程中 你保持的是一种好奇心 你想知道这些事情是什么 你愿意去深挖 深挖之后 你会看到很多的相关的专业的论文 相关的研究 当你把这些论文读得足够多的时候 你就会忽然发现 你想写这个东西 你一下子就会爆发出灵感来了 所以我觉得灵感就像是苏氏 苏氏说过一句话 他说叫博观而约曲 你看的很多 选取其中一些有用的东西 后积而博发 你要有足够多的积累 最后会有一次爆发 所以我觉得灵感这个东西 它背后要有非常深厚的土壤 你土壤越厚 长出来的这个想象力的心仰就越大 越漂亮 也可能长不出来 也可能读了很多书 什么都长不出来 但是更多的可能 但是你至少概率是增加的 所以我觉得 与其说怎么去培养想象力 怎么去培养灵感 不如多去看一些文献 多去看一些资料 你看的足够多了 你就能够有基础 有底气 爆发出一个别人所想象不到的 这个灵感或者脑洞 而且你有能力 把这个脑洞落实成纸面上 落实成一段文字 我觉得这个能力才是最重要的 谢谢 我觉得应该还没有读到 马清王的这本新书吧 还是有人像我一样已经读完了 我其实特别想替大家问一个 你们以后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可能会问到的问题 我这两天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就是这个感受 就是他懂 他要是懂变压器 我们不奇怪 他懂历史 我们也不奇怪 然后呢 他懂文学 我们也不奇怪 但是这是一本写医生的书 而且呢 他写的不是当代的医生的书 他是从大家看 刚才看到 从热战争的那个时代 一直写到建国 这还是第一部 那个时候的医疗水平 那个时候的医疗制度 很多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那个时候的 刚刚设立的 红十字会 刚刚设立的医院 手术室叫什么 病房 叫什么 你要知道吗 后来这些词都不一样的 他在里面写到了一个细节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 就是心惊肉跳 就是这个医生在路上 刚好碰到有一个人 被别人用镰刀割了脖子 颈动脉打出血 是吧 有这么一个细节 当然所有 如果没有遇到这个医生的话 这个人肯定死定了 大家知道颈动脉 要是被割断了 几分钟之内肯定就没戏了 然后这个医生下车之后 去救这个人 而是这个细节 他不好写的 你要让我现在想 你也不好想 你怎么去查呢 他就讲到这个医生 怎么样去准确的去止血 而且他是一个出生草根的 一个后来的这样的一个医生 他当时的这个身份 甚至是一个像马夫是吧 他在赶车 他在出手这一准 然后马上就到这个车上 刘洋回来的大夫 刮目相看 那止血的这个动作 就暴露了 他一定是受过 这个专业的医学训练的 就这个场景啊 就写的特别像那种 武侠小说里面的那个 那个行一出手 一看 就知道他有剑气 是吧 他这个剑气 就说明他是 历历身后之人 然后他在讲到 这个解剖学上的 这些血管的位置 包括怎么样去止血的时候 我在想 他这个种 多细他才能 他才能积累下来呢 那概括在这里面就是 对每一个 每一个人物的准确刻画 对于当时 当时就是一个电报 在拍回中国的过程中 要抄送给谁 都会经过哪几个站点 在这个站点的过程中 是以什么方式去收发的 那我想这些 这些准确的细节 是这个作品 我读的时候 特别震撼的地方 其实大家知道 写医生的作品 写抗议的作品 我们也是看过一些的 比如说 加农的鼠疫 对吧 我们都看过 我们看鼠疫的时候 他写的是很短的一段时间 虽然对于一个 抗议的人来说不短 他就是封城期间的故事 对吧 他的人物也就是这几个 但是在这样一个 大开大合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作品里面 我就觉得 他补充的历史细节 和他的多学科的背景 让我觉得 特别不可思议 我挺想请您谈谈 就是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以及在这写这本书的过程中 综合刚才网上 有人问的问题 您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这本书呢 也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 因为这本书呢 当时我一推出之后 好多人误会 因为这本书呢 叫大一 大小的大一生的一 好多人说 你出了新书了 叫太一 就觉得我写太一 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 还有人说 你写的叫大将 医生看着特别像将子 还有人问说 这本书 他念对了 他说这本书是大一 那你大二什么时候出 就各种段子都出来啊 这本书呢 其实他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 从来没有过的 时代和题材 它背景呢 是在清末民初 实际上 如果是 现在是上部啊 叫破小片 还有一个日出片 它其实是贯穿 从1904年到1950年 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史的 一个大背景 那么这种 像这种跨度 大时间跨度的作品 我还是第一次写 那么第二呢 他写的是医学 为什么挑医学呢 最早源头是2017年 当时我是去 上海华山医院 上海华山医院 这个请我去做一个 职工文化讲座 特别巧 也是讲今天这个话题 历史中的大雨小 我呢就去了 早了一点 早了一个小时 接待我那个医生说 你在那坐着也是坐着 我带你参观一下吧 我就特别警惕 我说你带我参观什么 我说这个要是解剖了 我就算了 这个胆小了 后来他说 不是我带你参观一下院使馆 后来我想院使馆 有什么好参观的 就几个讲座 几个领导合影 然后几个奖杯 就够了 结果一进去之后 发现就不对劲了 进去之后 第一个我看到的东西 展示的东西是 马王堆女师出土之后的 皮肤检验报告 因为华山医院 皮肤科是最厉害的 当时马王堆 那个新追妇人出土以后 是来的 是送到华山医院 让那个皮肤